今天上午在上海市红十字会捐款办公室 不断由市民特地从各区赶来 有的捐款也有的送来帐篷等物品 大家纷纷表示 对症灾区的情况时刻牵动了上海市民的心 以捐款捐物的方式来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也希望灾区人民能早日摆脱危险重建家园 到中午为止 上海市红十字会捐款办公室 已直接接手20多笔个人际单位的捐款和物品 更多来电咨询的市民和企业单位 也将在今天陆续加入献爱新的队伍 记者谢丹青